好,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身穿白色短裤的 这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亚克布·马特拉拉 亚克布·马特拉拉,这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特色的选手 在次最轻量级的选手当中,他的个头恐怕也应该算是最低的一个 他的身高只有1米48,地盏1米50 亚克布·马特拉拉是1962年1月8号出生的选手,来自南非 画面当中,他的对手身穿苏格兰条纹短裤的这一位 这是来自苏格兰的选手,帕特·克林顿 帕特·克林顿的身高是1米60,两个人在身高上相差了12公分 在次最轻量级这个级别当中,这12公分的差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在身高臂展上,马特拉拉处于绝对的劣势 这场比赛是在1993年的5月15号进行的 两个人当时争夺的是WBO,也就是世界拳击组织的次最轻量级,全航通写 来自南非的马特拉拉可以说是南非拳击界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职业生涯一共是打了68场比赛,其中53场获胜 13分,2平,在53场胜利当中,有26场是击倒对手获胜 从他的身材大家也可以想象的出来,马特拉拉的特点就是善于贴身进战 必须要钻进去,跟对手打这种肉搏战 马特拉拉是在2002年的时候打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职业比赛 宣布退役,当时是进行那场南非的传统签正夺战 他的对手是胡安,克雷拉 在那场比赛当中,马特拉拉是在第七回合 把对手KO,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之后,光荣地宣布了退役 宣传调文短裤的帕特克林顿 对于他来讲,这个前手拳一定要打得再坚决一些 把这个距离拉开 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些有心无力 应该说打到目前为止,两个选手表现出的这种抗击打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尽管马特拉拉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挨了不少对手迎击拳 61级左手摆拳 马特拉拉的左手拳确实是快 又快又转 这一季迎击打得漂亮 但是马特拉拉身心顿了一下之后,马上又是连续的进攻 这种永远打不死的劲头啊,只能让任何对手感到大汗 results girlfriends 敌人 打出粉朵 宣夷 的 组画 溢 既 帕克的这种攻势啊 刚刚有一点 裁判还在仔细地观察着 看看什么时候上级终极比赛比较合适 塔特转了出来 但是紧接着马上又被马特拉拉 围堵在另外的前排一角 塔特再次蹲了下去 这一回合已经连续两次强制足秒了 再有一次比赛将结束 又是一记左手的摆拳 比赛结束了 在这一回合当中 马特拉拉让对手三次倒地 三次强制足秒 最后的这一次直接结束了比赛 这就是来自南非的传奇的人物 亚克布 马特拉拉 这个选手在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种 从不后退的精神 确实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害怕 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挨了对手很多的迎击拳 但是从来不向后退 最终他是在对手的家乡 成功的击败了对手 获得了这一条WBO的 次最轻量级 拳王金腰带